这所谓的抗议就是只有在台湾 我们自己的岛上自己讲给自己人听 真正在世卫大会上你是沉默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这一次怎么被矮化呢 不止如此 甚至还走到回到头路的 就是我们连拿着台湾中华民国护照 也没有办法去旁听 有这样的一个打压事件 世卫这一次破天荒的 拒绝拿台湾护照的民间团体 进到世卫大会的旁听席 所用的理由就说 什么今年是有特别规定 好 出席的台湾一届联盟就痛批 这根本就是中国在打压 而宣达团的成员也深感不满 今天聚集在万国公前广场进行抗议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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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宣达团在万国公门口高举标语大声抗议 因为16号在日内瓦 揭开序幕的世卫大会 宣达团要进去旁听 却因手持台湾护照 吃了闭门羹 使用这个抗议 你意思是吗 用这个抗议 用另一个抗议 没问题 用另一个抗议 哪一个 我不知道 用这个抗议 中国 或其他国 对 是的 世卫工作人员态度强硬 没有另一本抗议 就是不能进入 宣达团参加世卫被矮话打压 卫生署官员确实另一套说法 我觉得卫生署的官员竟然在这种 弯头还这样子 就是模糊事情的焦点 我们感到非常的遗憾跟愤怒 这次的重点就是 世界卫生组织大会 他就已经明白的说明 今年有资备收入了 把责任推给宣达团 让到世卫表达台湾主权的宣达团 气炸了 直批政府搞不清楚状况 看看往年宣达团都能在里头旁听 甚至抗议 但今年却只能在门口高举抗议标语 不得其门而入 想要递交陈情性还无人问问 不能到世卫场内旁听 只能在场外表达立场 有没有受到中国的打压 画面会说话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 好 那么这回呢 马政府宣称去参加世卫组织 用的是中华台北的名称 说用中华台北主权就没有被矮化 真是如此吗 民进党立委管毕林 拿出了世卫内部的文件 结果发现 过去呢被称为是Chinese Taipei 其实是不隶属于中国的 但现在马政府上台之后 怎么中华台北是隶属于中国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带你了解 拿出世卫内部文件 民进党立委管毕林痛批 原来马政府所强调 使用中华台北这个名称 参加WHA都是骗人的 Chinese Taipei在过去所有的时代 它跟中国都是一个 或不隶属的概念 但是在马英九上台以后 要带领台湾去加入第五大国际组织 也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时候 Chinese Taipei已经变成是中国一省 在世界卫生大会这五天的代码 这份文件只有世卫工作人员 才能查阅的网络资料 清楚写着Chinese Taipei后面附注 不要使用台湾这个名称 因为这个地区在联合国内 被认为是中国的一省 受到北京中国政府的管辖 另外有关于中华台北的名称 只限于被邀请为 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时 用于出席者名单 会议记录以及类似资料而已 用名称来骗我们五天 但是在法律地位上面 消灭我们的主权 当世卫这样子消灭台湾的主权的时候 为什么你们炮口对内在做乌贼战 实在是想不通 这份内部文件是从世卫网站 截取下来的 上头还可以清楚看见 属于世卫所有权 发行时间是2011年 台湾主权到底有没有遭到矮化 民进党立委拿出官方文件 要求马政府说清楚讲明白 对于国家主权不容有模糊空间 三连新闻 江一宏 黄宇 台北 才能报道